欢迎来到全新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与段易红和拍封面 金童玉女 以全新风貌开启星际姿态 8月18日 由迪丽热巴与段易红合作的VOG U A Film封面释出 引发不少吐槽 迪丽热巴与段易红都属于个人魅力强大的明星 一个是身材火辣的性感女星 一个是成熟稳重的硬汉 按标签来看 两个人的合作应该充满了反差感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自小学习舞蹈 2001年 9岁的迪丽热巴被父亲带去一所艺术学院参加考试 开始了为期六年的民族舞 芭蕾舞专业学习 2007年 从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以舞蹈表演专业毕业的迪丽热巴成为了新疆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2009年 迪丽热巴还在东北师范大学民族学院读了一年预科 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吉林省的首届少数民族新歌大赛 并最终获得了省级三等奖的成绩 2010年 迪丽热巴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戏剧影视专业 同年 他参加了陆川指导的古装片 王的盛宴 女主角鱼姬的上海战海选 并因此被认知 迪丽热巴备受观众喜爱 五官精致 身材高挑 极具表演天赋 实力与偶像兼具 是影视圈最被业内看好的小花蛋之一 在《克拉恋人》中 迪丽热巴饰演的超级明星高文 高贵冷艳 气势非凡 外表看似高冷 自信有范 而内里极其单纯善良 鬼马精灵还有些神经质 是个画风非常多变的人物 热巴真实自然的表演方式 征服了无数观众 被赞颜值高演技好 电视剧《威时代》中 热巴古灵精怪 娇萌可爱的独特气质 让吴安珀这个人物更加有趣 原本豪门公主这种风险系数高 容易招黑的角色 也被热巴演绎的生动可爱 充满灵气 1973年 段奕宏出生于新疆伊宁的伊犁河边 家里有三个孩子 段奕宏是最小的 段奕宏读高一时 学校举办文艺比赛 他饰演小品 知识就是力量 中的一个小商贩 上海戏剧学院导演戏的一位教授 看到这个小品后 就托话剧团团长给段奕宏带话 说他应该去考艺术院校表演戏 于是段奕宏就萌发了要读表演戏的念头 高二开始 段奕宏连续三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第一次未过一世 第二次进了三世 但最终还是落选 第三次以中央戏剧学院西北片考生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系表演戏学习 1998年段奕宏以全优成绩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毕业 开启演绎生涯 段奕宏以演技和实力演绎着每部戏中的角色 演绎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星图 观众对他真面目的认识也因他演绎的角色而蒙上一层美丽而神秘的面纱 细看段奕宏的作品单 很难找到同类型的角色 无论角色还是表达方式 不没守成规都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观众惊异于他一人牵面的演技 下一部片子和上一部片子里完全是两个人 甚至面相都不同 段奕宏精湛 细腻的演技经常得到圈内人士观众的赞赏 但他从未骄纵过 段奕宏给人的感觉是淡定 宠辱不惊 此番迪丽热巴与段奕宏和尚封面 CP感超强 既是双方演技实力的见证 也是两人首次合作令人期待的开端 闻相谢 人与夫妇直播在线撒糖会员家 吴浩则友情出演的十四集古装玄幻爱情清喜剧 闻相谢 自8月11日开播以来 多次登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热搜榜单 引发追剧热潮 为了响应剧迷热情 本周会员家更四集 备受关注的人与夫妇也在18日做客搜狐视频直播间 与网友互动爆料幕后花絮 王轩急性霸总土味情话 徐斌更在线吃醋 热议不断 开播首周多次登热搜会员惊喜加梗 据悉 闻相谢 开播至今 夜内外好评如潮 截止目前 共登包括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热搜热榜23个 闻相谢恋爱内卷孤偶 闻相谢全员竞聘上岗 直求是恋爱能有多香 闻相谢人与恋真香等话题热度走高 引发追剧热潮 不少剧迷都表示连看6集不过影求加更 搜狐视频也特别准备福利 本周会员加更4集 会员可以抢先看5集 非会员也可以连看3集 实力重粉 连人与夫妇也直言追剧上头 王宣孝称也在疯狂追自己 CP 全程以母校 徐斌调侃不仅刻自己 也很关心剧中弟弟方育人感情发展 亲情线同样引人关注 两人同时预告这周人与夫妇关系有直地突破 不要错过更新 本周看点双CP 田虐升级直求小奶狗表白霸总预解 随着本周会员加更 闻相谢 的剧情也将田虐升级 跌宕起伏 方默受伤 婉娘悉心照料 两人共患难见生情愫 直求年夏小奶狗准备向婉娘表白 却因为公孙玉蓉的出现 又遭变数 面对方老夫人的止婚 方默能否向爸总玉姐大胆誓爱 拭目以待 而剧中令依对CP也磨难重重 蓝则在与林姨娘对决中坠牙昏迷不醒 方玉仍在解救众议时到自己真心 然而蓝则却一心只降魔出妖 女汉子能否被方家二少爷打动 也看点十足 人鱼夫妇直播高能撒糖徐冰在线吃醋 闻香谢 中拥有神秘之相师和妩媚 鲤鱼金双重身份设定的婉娘 与直求追爱的小奶狗方默组成的人 与夫妇人气居高不下 18日晚王宣徐冰也来到搜胡视频直播间 聊幕后拍摄花絮 与粉丝在线互动 剧中两人年夏恋斗志斗勇 性格反差深受粉丝喜爱 私下两人同样默契搞笑 全程高能 先是反串介绍对方角色 而后分享片场的幕后趣事 徐冰爆料有场戏王宣要连为他吃三碗汤圆 差点吃到土 十分有意思 王宣表示印象最深刻的视剧中两人吻戏很多 每次徐冰都会吃一大把口香糖 很体贴照顾 在回答弹幕互动时 被问到会选剧中哪一个男性角色做男友时 王宣故意选奶爸柳中平 吴浩泽饰演 徐冰在线吃醋表示要下播 两人重现剧中半嘴场面 逗笑甜蜜 而后王宣突然急性说土味情话 徐冰也不示弱 回一句更土的情话 两人双双被土到 互相嫌弃 此外还有高能编笑挑战 王宣连书三局 对两人独有的耿爆笑十足 全程撒狗粮 献杀旁人 直播最后 人与夫妇也再度安利新剧 两人表示这部作品幕后的造型 摄影 导演等工作人员都很专业辛苦 是大家的心血之作 同时也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 预告接下来剧情会更精彩 敬请期待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 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